哦 昨天晚上在拉邦睡了一晚上 今天要回丈母娘家了 我们回去之前来一下 拉邦这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超市 里面去给家里再买点东西 因为弟弟是开车过来的 我们尽量再多买点东西拿回去 来超市呢 先拿点苹果 苹果呢 就是蜜家人特别喜欢吃 苹果看着挺好的 多少钱 48,000一公斤 48,000 是多少钱 不到20块 18 再拿再拿 太少了 拿个大袋子 拿个大年的袋子装 走在回家的路上 哥哥嫂子看到路边这个卖面包的哦 拿点面包回去吃 这个是啥 这个面包好大好大哦 这个要不要 剑 要不要拿一个 要不要拿一个 吃过吗 哎呦 那个哦 好好好 这边看来是一个蛋糕店 这是自己做的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应该 这个好吃吗 这个赛吧 套袋 啊 什么多少 爽爽爽爽 爽 2000 应该是2000 拿几个这个尝一下 来 给我装几个 装10个 10个 啥 台湖 台湖 这边还有卖包子的 大包子 不知道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你看他写的 朗伯拉邦 最好吃的包子 这我看像自己做的里面 你看自己在和面在做 那个人好像那个小孩是编 他不是在做 他是在玩我看 他面子在手里在玩 那买吧 买个吃 哎 刚给了5万 给了5万块钱 看能买几个包子 买完了 几个 7个 7个吗 7个 那有一个是7 一个是7000 7000的话就是3 哇 快3块钱一个了 比我们中国卖的贵呀 一个包子3块呀 我们中国都没有3块的包子了 给他床 我看一下那个 我看一下这个是啥 鸡蛋 鸡蛋 不 这个面怎么这么泡 这面好泡好泡 这跟假的一样 我看 你吃吧 好了 走 回去了 回去了 把那个切丁了 切丁了 哎哟 你看 舅舅很帅心 哎 四百滴就有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家里好多的亲戚啊 邻居也都来了 坐在房子里面就是欢迎我们 给蜜发个视频 蜜 到了 到你们家了 你看 好羡慕 好羡慕是吧 好羡慕 嗯 你有没有什么和爸爸妈妈说的 没有 没有 那就等一下说嘛 好吧 啊 啊 哇 你在家也吃的挺好的 啊肉一吃 哎呦还有饮料是吧 好好吃 想吃什么买什么吃饱 波罗蜜 波罗蜜 这波罗蜜不好弄 弄不好他手上都是那个胶 黏黏的 蜜看到应该就很想吃了 哈哈哈哈 蜜 对蜜想吃 甜啊 孩子勋你在吃啥 不用醋里面的嘛 这也是啥 波罗蜜 这是波罗 波罗蜜在这边 吃吃了吃波罗蜜 来是路边买的包子 拿给家人尝一下 哈哈 哇 舅舅你看拿了一个 这么大一个 这是啥 这是芒果 芒果 我看着有点像 像那个木瓜的 这个应该很便宜吧 这么大 哦 好 谢谢 舅舅坐里面 坐里面啊 这么大一个 哦 这个有三斤重的 两三斤的都 把我们从中国带回来的零食 打开给亲戚邻居们都分享一下 哈哈哈哈 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都见怪不见 但给他们真的是很稀奇 哎 嫂子妈妈也来了 坐坐坐妈妈啊 给那个小孩也给一个那个 给那个小孩也给一个那个 嗯 比较害羞吗 哈哈 比较害羞 秋葱 草 mają 你長命 的 如果你想吃 志祖 厘 我在廉 不要吃 这今天中午要吃的饭 这是你 姐姐你做的 你做的哦 姐姐做了这么多菜等我们回来吃 来 吃饭 孩子心 吃大家的饭 看跟你们的一样不一样 糯米饭 好久没有吃糯米饭了 吃嘛 吃嘛 吃糯米饭 对 糯米饭 我手伯都强烧 对 糯米饭 这 糯米饭 这〇似乎 买了鱼吗 这鱼是吧 鱼啊 多少钱来我给他 这个给他钱 你的你买了 没有了 有吗 那再买一点 好 这是从义乌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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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� 你看 给姐姐的女儿来试买了个水杯 哇 好看 好看 真乖 开心 开心哦 她特别想要这个杯子 现在我们去嫂子家 给她带的东西 还有空气炸锅舅舅也 热热的很 是 拿到嫂子家去 也让嫂子家人都开心一下 开心 开心 厉害是吧 特别开心 哎呦 想死了 三个月 小孩好多 好多 好多 这个还是一点点啊 还有很多没有来的吧 哈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就 十个啊 多 十个啊 好多 这是一哥子 嫂子在海边照的相册 再拿给嫂子她爸爸看 妈妈看的这个是看不看 哦 这个是在上海 对 这个是在上海照的这个 好看吗 好看哦 好看哦 都看得特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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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看得特别开心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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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漂亮 哈哈 给舅舅也看一下 欣赏一下 好看 好看的意思 现在呢 亲戚都走了 家里也没人了 还是原来的地方 原来的床 桃子还是睡这里 就是呢 蜜没在 只有我一个人 姐姐在做 做晚饭 做饭啊 已经在做晚饭了 也穿上了这个 蜜给买的这个 防晒衣 这个衣服 啊 衣服 这个 这个衣服好吗 这个衣服 这个好 哈哈哈 对 给买了个防晒衣 因为之前她梦就是 老是穿的衣服很厚 这衣服确实很好看 穿的也很漂亮 再次回到老窝呢 还是特别的开心 因为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哥 嫂子去中国三个月 回到老窝 陶子呢 又再次回到老窝 一家人也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开心 啊 未来这段时间呢 我的视频可能会记录呢 我在老窝 丈母娘家的一个生活 大家呢 喜欢看视频了 一定要多多的点赞 评论跟转发 我们下期见 这个你 这个我 这个你 怎么了 你再说啥 说 你给爷 他们也不要那么多 嗯 有一点就可以了 嗯 你给多一份钱 他们就不要了 就是给这么多 他们一份都不要了 嗯 大家好 我是涛子 今天呢 是我回丈母娘家的第二天 嗯 来这边挺好的 奶奶也在 外婆 挺好的 挺熟悉的 虽然说蜜回来 蜜没有回来 但是现在就是哥哥嫂子在这边 一些简单的交流啊 沟通 哥哥嫂子已经 能够就是帮助我了 来这边就是 昨天呢 到今天 丈母娘也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 跟她朋友说杀鸡了没有 昨天就已经杀鸡吃了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 就是 很多 网友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 哥嫂子跟你去中国那么久 嗯 能不能给他们包个红包什么的 所以这这期视频呢 就是准备给哥嫂子 包红包 就这个事情 刚刚涛子从那个市上回来 从镇上回来的 就是去换点老欧币 准备哥嫂子给老欧币嘛 哎呀 后来发现哥哥嫂子没在家 后面让蜜打电话联系了一下 现在找到了 就是她在 嫂子的姐姐的 这个 就是 养殖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边说 养了点鱼 养了点鸭子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也来这边转一下看一下 嗯 嫂子妈妈 在弄 这个应该是那个薄荷叶子 这个 我闻一下 哦 对 这就是薄荷叶子 这个吃吗 吃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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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对 吃了我米粉啊 放这个可以 米粉 这个有鱼 你开不开 这里 鱼鸭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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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 对 这边的鸭好啊 鸭直接吃那个 吃米的 我一叫都来了 你看 牛门 牛门 哦 我看 牛门 牛门 这牛门还不能吃哦 它太小了 没有长大是吧 哦 老我大 老我大 这个不大 哦 这个还没有长大 哦 有大的哦 那个能吃了 能吃了 中国不是 这个 这是啥 好像是南瓜藤 这个能吃 这个也好吃的 这个 南瓜藤一个 这里是鱼 鱼吃这个 这是不是青苔吗 啊 上面都飘到这一层 这个鱼吃这个 哦 这是怎么弄的 这一层层的 然后拿去给鱼吃哦 哦 哦 这里是 是不是青蛙 青蛙 青蛙哦 哦 这么小的青蛙 这好像不是青蛙 这像蛤蟆 这像蛤蟆一样 它们这个这个养的是吃还是卖 米 你问一下是吃还是卖 可以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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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能吃吃也可以卖也可以 哦 吃也可以卖 卖也可以啊 哦 哦 哦 这里鱼多 这都是小的哦 小鱼 不过也蛮多的 小鱼对 你看这要一味是全部起来了 没有那个大的鱼吗 大鱼 哦 没有哦 现在都 现在都是小的哦 刚开始养 我们现在回家了 哎 活干完了 好热 好热 热得很 蒙热 还不是说大太阳晒 蒙热 先给蜜打个电话 说一下 那个蜜 哎 我不是那个我们之前说那个哥嫂子回到老欧给她们包红包吗 哎就是今天我去那个换了点老欧币 换了2万块人民币吧 也就是老欧币现在是270年 然后总共是5400万的那个老欧币 啊现在跟你哥哥嫂子啊 爷爷奶奶妈妈还有这个邻居这个都在 所以我就是当着面就是把这个给哥哥嫂子嘛 嗯 不要 啊 没事 不要 嗯 我听一下 他们说啥哥嫂子说啥 哥嫂子说啥 啊我们要回老欧的时候 我们没有我们两个他们就也见不了红 嗯 然后去中国也不是去挣钱 去打工什么的 嗯 是去看一下我们两个 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有多漂亮 对 就是现在他们说等于说 说不要钱是吧 嗯这样密我跟你说啊 就是你看哥哥嫂子去到中国以后 然后你看我们拍视频啊什么的 大家很喜欢就是真的帮助了我们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是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也对吧 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所以这个钱就是 是我们就是怎么说我们的一片心意 希望他们能够能够收下吗 是我们的肥肉 是我们的肥肉 我们的肥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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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给我们的肥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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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密哥哥嫂子刚说的啥 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去老外 那是花了很多钱 然后去回中国 然后也花了很多 我带他们去玩啊 给他们去赚 然后买手机 买手表 花了不少钱 这些没事 我再跟你说一下 这个钱反正给他们 也不是说他们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是留给他们 以后就是想做点啥了 对吧 你比如说你想就是 想种地了 你要有钱买地 想开饭店 你要有钱去开饭店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留着他们以后 想干什么事情呢 去做 不是说乱花 行 这个钱你给哥嫂子秘 秘 给哥嫂子说一下放着吧 好不好 不要再推来推去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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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你 这个我 这个我 这个你 怎么了 你再说啥 说 你给爷他们也不要那么多 嗯 有一点就可以了 嗯 你给多一份钱他们就不要了 就是给这么多他们一份都不要了 嗯 就是我看他现在给我拿出来三千万等于还有两千四百万 就意思他们要那么点就可以了 这些不要了 不要 对 哦 行这样密 然后我也听懂了 就是他们现在就说只要那么多 然后多的他们不要 你如果给他要他们一份都不要了 是吧 对 然后我也听懂就这样 那就是如果确实这样的话也可以 然后 如果说后面 他们就是说做什么的时候确实就是有空难了 需要帮助了 我说能帮了我再帮吧 因为现在可能真的给他们给这么多钱 他们确实 接受不了给他这个钱 因为 让他们可能要上几年的班都挣不了这么多吗 放我可能我也有点那个不敢要 对吧 嗯嗯 来 本来呢 陶子跟蜜是商量 哥跟嫂子就是回来以后他们一人给一万人民币 等于三个月吧 一人一万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跟我们中国的话也差不多 一个月三千多块 但是可能对于一个老人来说 他们自己感觉太多太多了 包括他们也说了很多暖心的话嘛 你看就是说 之前他们结婚时陶子也帮了很多很多 包括就是 嗯给丈母娘家他们也知道买了好多好多东西 还有呢就是他们去到中国以后 也一直就是给他们买这买那去这里去那里 真的也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感觉确实这个就是那个亲人跟亲人之间一个相处模式 嗯 互相信任 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陶子呢也真的挺暖心的 嗯 冰少就是来日方长嘛 哎 哥嫂子以后生活中啊 或者他们创业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我们能 去帮 或者他们这个值得去帮 对吧 我们也不是说啥事都帮 就这件事我们如果能认可去帮的话 也会去帮的 这个也是帮岳父岳母去解决一些问题 解决一些困难 嗯 这个结果其实 陶子也 对吧挺欣慰的 不管说他们拿了多少啊 给他们多少 因为这个你钱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概念 你给太多 也不行 给太少也不行 包括你给太多多少是个多 给太少多少是个少 所以就是 他们心理平衡 我心理平衡 大家都心理平衡 这是最重要的 嗯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未来一段时间呢 陶子也会一直在丈母娘家 记录哥哥嫂子 爸爸妈妈姐姐啊 这些一大家子人的一个日常生活 还有都是一个舅舅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特别喜欢舅舅 蜜的舅舅 很搞笑很幽默 特别的热情 陶子后面如果有时间了 也会多多记录 舅舅 好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